这里是中国丝绸博物馆 里面汇聚了全球设计师的优秀机袍作品 我右手边这件是来自于著名时装设计师吴海燕老师的作品 为祝贺2019年两组古城生怡成功 吴女士将两组神灰结合旗袍元素 金银线的刺绣彰显了两组文化的神秘感与神韵 礼服的设计又时尚大气 这件设计来自于意大利 意大利的维洛娜和杭州一样都是爱情之都 意大利有罗密欧与朱利叶 杭州有梁山博与朱英台 这两件旗袍呢来自于保加利亚 被现金新潮的激光技术所切割出的剪影结构 同时又突出永不过时的古典之雅 酷补色的选择呢又是突出了两件作品 相对相利却又相辅相成的特征 这件旗袍呢是2018年的杭州旗袍的得主 看来自法国的François Hoffman女士 采用数字印刷的摄影作品 旗袍礼服上的图案是设计师来杭州时拍摄的风景照 2020年的杭州旗袍到底会花落谁家呢 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